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比如说个人主义价值不适合中国国情 因为我们是家庭本位的 我们无家传统 或者说我们社会主义是想强调集体主义的 这判断本身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托词 当然 对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按照社会学腾尼斯他的一个名著 就是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 其实是从所谓的身份到契约的一个转变 那现在人尤其是在这种现代的大型的陌生人社会当中 人和人间的关系 它其实建立在所谓的契约的关系之上 传统那种以家庭为单位那种 已经随着现代化的过程 还有影响 萎缩了 影响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对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原子家庭 是 这个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在很多方面 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 这个我在里面写 我说过包办婚姻在效果上 可能比自由恋爱至少不差 可能还更好 但是由于我们是作为个人的理解 就是个人的生活选择 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谈的话题 就是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 虽然有可能你通过家长 或通过政府给我们提供的那种生活方式 是一个也许在效益上是更好的 但是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要的生活 我要的幸福 我要这两个字 需要经过我自己判断 我自己思考 我自己选择 如果我错了 我才能负责 没错 如果不是我思考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负责 都是别人叫我的 所以父母给孩子包办婚姻 最麻烦的一点 就是哪些他们不好的 都是你们叫我硬要 娶这个人或者嫁这个人 对不对 所以父母说现在好 你自己做主 到时候别来管我 我们给你一些忠告 没错 现在调诡的地方在这 就是说父母如果说包办婚姻 孩子可以埋怨父母 现在国家的我包办我们的生活 我们还无从去埋怨他 他不负责任 他不负责任 他权力无限大 责任无限小 就是秦辉说的那话 对这个就是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等 但实际上我觉得国家现在是也会有责任的负担 不管他是不是兑现了那个责任 他现在面临很大的责任的负担 因为国家管太多 他会觉得说出了问题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他会有一个慢慢的放权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放权这个东西是有 不得不然的 对对 他觉得不得不然的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国家的 所有的权力都是国家 所有的责任都是国家 现在中国国民现在有一点就是说 不管什么都是国家问题 都是国家问题 但我觉得这还要做一个区分 就是现在的政府 它更加上是回应性的政府 它不是问责性的政府 这是不一样的 问责性的政府在我个人的理解是说 我们作为公民 我们是有这个足够的政治上的权力 作为保障和后盾 我们可以向你政府问责 而回应性的政府是说 政府出于我个人的善意 我去对一些问题 我去承担它 这是两者 看似那个表征是一样 但它其实背后的那种机制是不一样的 具体的事情的表象也可能是相似的 对 但机制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背后的原理也非常不一样 原理是非常不一样的 回应性的政府 其实还是某种意义上那种 人开明军专制 是那个好家长的意义上的 就是它可以 如果我心情好 我可以回应你 我心情不好 我就不回应你 中国复杂的问题挺多的 实际上我们不是说 中国只要 所有的问题都是被一些借口遮蔽的 中国确实有很多 无论是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 都有挺复杂的问题 它的改变都需要 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需要有一个好的公共领域来讨论 让大家能够有更充分的质量更高的讨论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自由 如果没有相当充分的自由的讨论的话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复杂性不是借口吧 我觉得复杂性它首先是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说我们应该以复杂的眼光去看这个复杂的世界 只说我们作为知识分子 我们负有这个责任 我们不能以一个简单的理论 或者说一个简单的教条 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这个复杂的中国现实 而且特别是因为有复杂性 我们就不能假设谁就真理在握了 所以Mill说的很对 就是说我们需要自由才能 是为了寻求真理 因为我们每个人并不就现成了掌握的真理 也就是说恰恰是由于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 所以它格外的需要自由的讨论 需要让每一种声音都出闻 说到中国最大的复杂性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理解 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太多太多的说法 对吧 比如说到底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还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们到底是一党专政 还是说是所谓某种意义上的寡头制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而且还是人民民主 还是人民民主专政 对 我们当前那个政治的这种合法性的基础 到底在哪里 是革命的和革命复约台 合法性 还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还是说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建设 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先锋党 我们代表了科学真理 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论述 你看出来现在像一锅粥一样 充分地展现我们当下的复杂性 是一终的那样的事 好